第二章圆满的人际关系 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无忌 也就是在家里和家人相处时 汤马斯 杰弗逊 到目前为止 我们把焦点放在生涯策略 知道如何透过这样的策略找寻生涯之乐 一开始我讨论到让工作充满热情的因素 透过这些 我们才能真正乐在工作 接着是 如何透过审慎计划和面对无可预期的机会 来寻找你热爱的工作 最后 我们谈到资源分配是否与你决定的策略相符 如果这三个步骤你都做对了 你就能踏上快乐的生涯之路 别被工作绑架了 不少人都充满抱负 希望这一生有了不起的成就 你在工作上的表现往往就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因此 我们在做资源分配时 打从内心希望多努力一点 以在工作上求得更好的表现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你在职场多投入一个小时 多一注一点心血 很快就可以看到成功的果实 但人生并不是只有工作 你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 势必会影响工作以外的你 影响到你和家人 朋友的相处 就我的经验而言 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 几乎活在工作当中 在家的时间少之又少 由于教养儿女或是培养和另一半的感情 结果常常不明显 要等到多年之后才知道会如何 于是我们很容易在工作上过度投资 对家庭生活的投资则相形建筑 尽管家庭生活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确认其枯萎 注意心中的声音 尽管我们知道这些问题互相纠结 你在如何努力 也很难将人生的区块分得一清二楚 使工作和家庭互不干扰 你的人生有很多层面 工作只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包括家庭 朋友 信仰 健康等等 你知道在做生涯规划时 如何在审慎计划和无可预期的机会当中求取平衡 并试图做好时间和精力的资源分配 但是在你走出办公室大门后 同样需要运用策略来面对家庭和社交生活 你时时刻刻都得做决定 有时 你甚至会遭受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 每个人 每件事都需要你 你如何决定先做石膜 看谁吵得最大声 看谁先要求你 在你做资源分配时 你必须注意与心中的优先顺序相符 你的确定你要的成功是石膜 对你来说 那是不是最重要的 你必须考虑到时间框架的问题 提醒自己不要被短期的回馈牵着鼻子走 牺牲了长期目标 没有结果并非代表失败 只能证明你用的方法不对 坚守原则 说来 这并不容易 即使你知道自己心中真正的优先顺序为何 你还是必须每天坚守原则 我想 很多人也许像我一样 常常被有趣的问题或挑战吸引 我会为了一个问题思索好几个小时 在问题解决的那一刻 暂时有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我因而很容易陷入工作中 不知夜已经生了 或是在走廊上和同事谈到忘我 也曾在电话中听到对方提出令人兴奋的新案子 为了这个挑战雀跃不已 但我知道这样对工作狂热并不符合我心中的优先顺序 我必须强迫自己正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 也就是我的家庭 因此 我规定自己每天六点就得离开办公室 趁着天还没黑 跟儿子一起打球 或是送女儿去上芭蕾舞课 如此一来 才不至于忽略我最重视的事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可能就会以我在工作上解决的问题 作为成功的量持 没有时间陪我挚爱的家人 我告诉自己 在家庭生活的投资虽然并不能得到立即回馈 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出结果 然而家庭的影响是无比深远的 你虽然能从工作得到成就感 但只有圆满的家庭生活与人际关系能带给你长久的快乐 在下面的章节 我们将更深入探讨家庭与人际关系的问题 然而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点 在与其他人互动时 我们不一定能控制结果 尤其是教养孩子 尽管你用心良苦 给孩子很多的爱 但我们毕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 孩子难免会受到朋友 媒体和网络的影响 这些影响都不是你能一手控制的 再者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 孩子很少和我们一模一样 尽管是同一个父母生的 也可能完全不同 我们热衷的事情 孩子可能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们的行为也不一定像我们 因此 就儿女的教养而言 从来就没有通用的法则 如果你把胡萝卜放进热水里煮 可以煮得软软的 要是你放鸡蛋进去 就会越煮越硬 为人父母的你也许试过很多方法 都没有用 这时 千万不要丧气 认为自己失败了 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先前讨论的 在审慎计划与无可预期的机会求取平衡 你就会了解 没有结果并非代表你失败了 只能证明你用的方法不对 得再试试其他方法 当然 某些企业管理的工具 无法应用在个人生活上 例如 公司可以依照企业文化来雇佣员工或请人走路 但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孩子 更不能因为孩子不符合你的期望 就不要他们 反之 孩子也不能选择父母 所以这是公平的 我希望下面章节能帮助读者解决工作和家庭生活上的问题 如果你想成为好丈夫 好妻子 好父母 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下面提到的理论将对你大有帮助 有助于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 培养长久的友谊 虽然我无法保证你百分之百会成功 但你要是不努力尝试 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亲密 很久的人际关系是人生快乐的源头 值得你努力追寻下面这一步 我们将探讨如何培养这样的关系 以及如何避免伤害你所爱的人 时钟低打响 人生最重要的快乐源头就是你和家人 好友的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 家里的一切看起来似乎很好 你就觉得可以放心 全力为工作冲刺 这将会造成严重错误 等到你和家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要再回来修补 已经太迟了 表面上看来 家人和朋友不需要你担心 你似乎不必在他们身上花多少时间 吊诡的事 这正是你最需要把时间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很少公司推出的产品像 一位新电话网络那样轰动全世界 这种电话系统使你得以透过复杂的卫星网络 和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通话 在一位新电话问世时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高尔也帮忙造势 播出第一通电话给电话发明人贝尔的孙子 推出一位新电话的 就是微电子和行动通讯国际大厂摩托罗拉 该公司还为这项产品成立子公司 美梦成真 带动行动通讯革命 吸引几百万人来使用 一计划团队为了评估市场 进行深入研究 证实微新电话有市场需求 摩托罗拉也克服了种种困难 说服各国政府提供频道给他们的微新电话使用 传统风潮式的行动电话系统 则是靠基地台来传送讯号 如果某一个地方没有基地台 行动电话便无法接通 由于一计划是把语音或数据通信传到卫星 再由卫星回传到地球上的受化者 因此可维持全球的覆盖率 包括无法设置基地台的偏远地区和海上 因此你可透过这样的卫星电话 拨打到地球上任何地方 如果你好不容易登上圣母峰 能打电话回巴尔的摩根父亲联络 该多么令人兴奋啊 不少世界级的科技专家都加入了一计划 有些似乎难以克服的障碍也都解决了 但一计划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 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赚钱 如果你好好想想 什么样的假设必须证明卫真 就会发现问题 大失败 由于这种卫星电话需要很大的电池 才能把讯号传送到卫星 因此电话机体重约 5公斤 拿卫星电话就像提一个小小的手提箱 不像一般行动电话那样轻盈 可以放在口袋或皮包中 另一项必须证明卫真的假设是 是否任何地点都能接收到 如果你从圣母峰顶端打卫星电话 回巴尔的摩给你父亲 由于屋内收讯品质极差 你父亲的在户外 站在窗边 或是你们家刚好屋顶很薄 才能接这项计划总共耗费了60亿美元 然而 自高尔波打第一通 一位新电话后不到一年 这个计划便因亏损过大 必须终止 一位新电话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投资人写本无归 直到十年后 私人投资公司才以2500万美元的 跳楼价接受 为什么摩托罗拉的主管和投资人 像豪赌一样 把这么多资金投注在如此冒险的案子上 我们可从好资金和坏资金的理论 看出端倪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投资人愿意掏钱出来投资一家公司的 主要目标有两个 就是追求成长和获利能力 但这两个目标都不是容易达成的 深沿创新理论的塔夫兹大学教授毕德在 新事业的起源与演化 一书论道 在所有最后能够成功的公司当中 有93%因为最初策略行不通 只好放弃 换言之 成功的公司并非一开始就照着正确的策略进行才成功 而是在最初策略失败之后 还有多余的钱可以改变 尝试其他做法 反之 大多数失败的公司都是一开始就把所有钱投注在最初的策略上 就像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发现策略错误时 已无法挽救或重新开始 好资金BS 坏资金 毕德提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理论 也就是好资金和坏资金 在事业刚起步的阶段 你或许还不知道公司策略是否能够成功 你必须耐心等候公司成长 又急着看到获利 如此一来 就可以用最少的资金很快找到一个可行的策略 不至于花了很多钱才知道走错了路 在这种情况下投入的资金就是好资金 在所有成功的公司当中 有93%都必须改变最初的策略 因此在最初策略投注的资金越多 越快 也就越容易把一家公司推到悬崖下 大公司烧钱的速度将比小公司快很多 应变能力也比较差 这就是摩托罗拉付出惨痛代价学到的一刻 如果投入资金之后 急于看到成长而非获利 则是坏资金 然而如果一家公司确定策略可行 此时则应该改变目标 一方面急于看到公司成长 另一方面则耐心等待获利 一旦公司找到行得通 而且可以获利的方法 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运用这样的模式进行扩张 致命的投资陷阱 最常违反上述原则的人 很多是财力雄厚的投资人和成功的公司 他们在找寻投资新事业的时候 往往一开始就注下大错而不自知 欧森与范贝佛合着的 《为什么雪球滚不大》一书中 以三点来解说投资的困境 首先 由于一家公司最初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不高 投资人于是决定等到看到下一波成长的时候再说 即使这家公司一开始的表现就很不错 看起来颇有成长潜力 投资人也决定再给这家公司多一点时间 让他们找到可行的策略 尽管该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 投资人还是觉得今天就投入资金有点冒险 决定等到明天再说 好了 明天已经到来 然而原来的计划却进入成熟期 停止成长 拥有资金的投资人这才发现自己做失良机 早在几年前就该投资了 此时 成长和获利的引擎不再强劲有力 第三 投资人希望投资的对象是发展快速的大公司 以一家产值达4000万美元的公司而言 如果每年要成长25% 来年产值就得增加1000万美元 但是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值高达400亿美元 第二年要成长25% 就得增加100亿美元 这样的赌注和压力都非常巨大 为了使公司加速成长 股东就得挹注庞大的资金 问题是 作用太多的资金 这家公司在执行策略时 往往失之轻率 未能审慎的评估策略是否错误 最后只是加速冲向失败的深渊 这样的故事可说不甚没 我们常常为了工作 另于在人际关系上投资 因而失去人生的快乐 这个理论也可解释 为何本田最后能以轻型机车攻占美国机车市场 而摩托罗拉令人瞩目的依卫星电话计划何以惨败 说来讽刺 本田会成功正因为他们刚开始在美国发展的时候资金窘困 不得不耐心等候成长 慢慢研究可以获利的模式 如果本田向美国市场进军时 没有资金短缺的束缚 自然愿意投入更多资金在重型机车的案子上 毕竟这是公司的既定政策 但从投资的观点来看 这就是坏资金 反之 本田别无选择 为了求生存 只能把焦点放在轻型机车小狼上 他们必须靠销售小狼来维持公司营运 这就是本田机车在美国得以成功的关键 他们迫于情势不得不按照好资金的理论来投资 另一种做法刚好相反 投资人先拿出一大笔钱 希望看到公司一飞冲天 再来考虑如何获利 这就是摩托罗拉发展一卫星计划的做法 翻开历史来看 你会发现有很多公司都想走捷径 不惜投入巨额的资金 最后却走上死路 从树苗到树英 鉴于上面提到的资金理论与因果关系 对大多数的公司来说 总有一天 他们会发现公司的主要业务岌岌可为 发展陷入停滞 这时他们则会面临虚钱恐急的种况 即使发现新的案子可为公司带来利润 由于一开始没在这个案子上投资 现在已无法解燃眉之急 这就像你希望家中后院有绿荫成良 现在才种下树苗 大树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尝出来的 你必须在多年前就种下树苗 多年悉心培养 照料 最后才能享受绿荫 错过 就无法种来 坏资金理论也适用于人生 很多人都在职场上拼命 有杰出的表现 而且乐在工作 我们以工作来证明自己能在压力下完成很多事情 我们努力完成案子 让客户满意 希望自己赢过同事 我们把自己投资在工作上 为了做到这点 我们把全副心力放在工作上 把工作当作生活的全部 即使度假 我们也不忘打电话回公司 其实 由于要做的是堆积如山 很多人没能修完所有的假 我们把工作和自我认同相结合 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智慧型手机 经常查看讯息 如果连线出了问题 就会陷入焦虑 担心自己错过什么重要的事 我们希望家人或关系亲密的人 都能接受我们忙于工作的现实 体谅我们不能陪他们 毕竟 他们也希望看到我们成功 不是吗 我们发现自己常常忘了回复家人或朋友的来电 错过他们的生日 或无法一起庆祝重要节日 不幸的是 我们也像上述投资人 没能抓住投资未来的契机 失去人生的快乐 虽然大多数人都希望与家人和朋友建立亲密 良好的关系 却常常为了工作 另于在人际关系上投资 最后不免有相识满天下 知心有几人的感叹 不少人婚姻触交 夫妻反目成仇 即使与孩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也疏远得像陌生人 甚至 养育自己孩子的是前夫或前妻再婚的对象 然而 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 亲情 友情需要长期经营 我有一个邻居 故且叫他史蒂夫 多年前他就告诉我 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就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 虽然他有很多很棒的工作机会 能向他那一行的佼佼者学习 薪水也很不错 但他就是不肯放弃当老板的美梦 自己开公司必然要投入更多时间在工作上 也得从错误中学习 他的家人 朋友都很能谅解 毕竟史蒂夫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工作 他这么努力也是希望能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如果不在人际关系上投资 在有钱也无法弥补内心空虚 但在家庭生活投资太少 最后还是得付出代价 就在公司好不容易做得有声有色时 他的婚姻已经破裂 深陷离婚的痛苦 如果这时他的兄弟姐妹或朋友安慰他 支持他 应该很快能走出伤痛 然而 由于他疏于经营人际关系 最后才发现自己是孤单一个人 亲友并非故意不理他 只是很久没联络 关系已经疏远 每一个人都怕自己的干涉被认为是打扰 于是史蒂夫离开家 在原来住的城市另一头找了间小公寓 他设法使这个住处看起来温馨 不时可和自己的儿女在这里团聚 虽然当初结婚时 他很用心讨好老婆 但由于长期处于工作劳累的状态下 他一直有蜡烛两头烧的感觉 到了孩子上中学 夫妻匹离 就算轮到他跟孩子相处 孩子也不见得想跟他在一起 毕竟为了跟老爸吃饭或看电影 他们必须放弃和朋友出去玩的机会 在孩子心目中 这个老爸其实已经可有可无 史蒂夫回想过去的一切 不禁感叹 如果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不同的选择 在家庭生活多投资一点 也许现在老婆 孩子还在他身边 友谊照亮黑暗人生 像史蒂夫这样的人很多 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 也怕自己多年后变成这样 这也是40年代的一部老电影 美好人生 至今仍打动人心的原因 主角贝里是个老好人 毕生乐于帮助别人 但最后还是没什么成就 而且差点被陷害入狱 当贝里计划在耶旦节前戏 跳桥自杀之际 守护天使出现了 让他明白所有人都喜欢他 关心他 这都是他多年来经营人际关系的成果 贝里终于恍然大悟 尽管他一贫如戏 却拥有很多珍贵的友谊 我真希望像贝里 在最黑暗的时候 仍然可以看到友谊的光 然而如果我们不在人际关系上投资 在有钱也无法弥补内心的空虚 人生投资可否有先后次序 稍微想想 我们就会发现在忙碌的时候疏忽了哪些人 你或许希望家人很爱你 你和朋友的友谊深厚 他们不会再忽被你疏忽 其实不然 如果你长久不花时间 尽力去培养人际关系 你身边的人最后还是会离你而去 很多人到了年华老去才觉得孤单 见不到亲人 朋友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总是因为太忙而顾不到别人 我不知看过多少像史蒂夫这样的人 只能一个人孤单地面对病痛 离婚或失业的打击 没有人愿意伸出同情的手 带他们走出伤痛 人生最估量的情况莫过于此 不少很有潜力的年轻专业人士认为 人生投资可以按照自己规划的先后次序进行 例如 他们会说 我可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专心在事业上冲刺 等孩子大一点 和我们大人的兴趣比较接近时 再放慢事业脚步 多花心思在孩子和家庭上 这是常见的错误 等到你事业有成 想回归家庭的时候 通常已经太晚了 在孩子身上投资必须很早 比你想象的时间点要来得早 你才能教他们如何面对人生的挑战 把握孩子生命最初30个月 我们可从一些重要研究得知 因幼儿时期对一个人心智发展的重要性 我与另两位作者曾在 来上一堂破坏课 一书提到 瑞斯里与哈特研究父母在孩子两岁半之前 和孩子说话的影响 他们仔细观察 记录这些亲子的互动 发现父母平均每小时和孩子说1500个字 通常拥有大学学历的父母比较喜欢说话 平均每小时和孩子说2100个字 反之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比较不喜欢说话 平均每小时则只说600个字 如果把孩子出生前30个月听到的话语加起来 对喜欢说话的父母而言 他们的孩子约可听到4800万个字 与不喜欢说话的父母相比 他们的孩子则只听到1300万个字 研究人员认为 满周岁前是孩子接受话语刺激的最关键时期 如果父母愿意多跟孩子说话 将使孩子的思考更为敏捷 未来成功的几率也大增 瑞斯利与哈特继续追踪调查 这些孩子上学后的表现 发现孩子在生命最初30个月 听到的话语越多 日后在智慧和阅读能力测验的表现也越好 他们还发现 亲子谈话的模式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们注意到两种谈话模式 一种是命令或指示是 如该睡午觉了 我们开车出去晃一晃吧 或是喝完牛奶之类简单 直接的句子 瑞斯利和哈特认为 这种谈话模式对认知发展的影响有限 反之 如果父母面对面和孩子谈话 好像把孩子当大人一样 用比较复杂 成熟的语句和他们交谈 对孩子的认知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们称这种丰富的互动方式为 舞动的语言 双方你一句我一句 把自己想得大声说出来 或是评论对方正在做的事或计划做的事 帮助孩子深入思考 例如 你今天想穿蓝衬衫或红衬衫 你还记得我上次不小心把你的奶瓶放到微波炉里面 等 父母通常会用 如果 你记得 或是建议 用来帮助孩子深入思考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事 也许父母心想孩子还小 未能了解话语的内容 但这时其实已经有了深远的影响 简而言之 如果父母愿意多跟孩子说话 孩子大脑中的突出传导效能就会增强 突出就是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点 作用是让讯息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 突出的传导效能增强将使思考更为敏捷 这点非常重要 孩子在生命最初三年听到4800万个字 不仅比听到1300万个字的孩子神经连接活络3.7倍 对大脑细胞作用之大 更是成指数般的增长 每一个大脑细胞都和几百个细胞相连 这些细胞之间的突出可能多达1万个 这一位从出生就接受密集语言刺激的孩子 与刺激不足的孩子相比 前者在智能发展的优势远远高于后者 亲子互动黄金旗 此外 根据瑞斯里与哈特的研究 武动的语言 就是这种认知优势的关键 而非父母的收入 种族或教育程度 瑞斯里与哈特说 有些劳动阶级的父母常跟孩子说话 他们的孩子表现非常优秀 有些父母是公司主管 生活富裕 但因为很忙 很少跟孩子说话 他们的孩子则表现很糟 会有这样的差别 主要在于孩子3岁前父母是否常常和他们说话 如果孩子在学龄前已累积很多字会 认知能力也很强 入学后的表现自然比较好 未来成功的几率也大增 在孩子出生头几年只要投资这么一丁点儿 就能有如此惊人的收获 这样的投资报酬率好的叫人无法置信 但是很多父母还是认为不急 等到孩子上学之后 再注意他们的成绩表现即可 没想到他们已经错失亲子互动最宝贵的机会 没能帮孩子赢在起跑点 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也是 如果你老早就开始投资 你得到的收获和满足将远超过你的想象 如果迟迟不在家人和朋友身上投资时间和精力 等到你想这么做的时候 往往喂食一碗 你总是认为事业优先 等到事业起飞之后 再来好好照顾家人 其实 你往往无法这么做 如果你希望拥有圆满 幸福的人际关系 必须老早就开始在家人 朋友身上投资 你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会在你身旁 我真的相信 与家人与朋友关系和谐 良好 就是快乐最重要的源头 虽然听起来简单 但这就像任何重要投资 你必须不断关心 注意 然而 即使你想做这样的投资 也会经常碰到两种阻力 首先 你或许想把资源投入其他地方 例如短期内就可获得回馈的事情 其次 家人和朋友很少在你耳边吼叫 要你重视他们 他们爱你 也支持你的工作 最后 你可能不知不觉忽略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人 我们从坏资金的理论可得知 要建立圆满的家庭与人际关系 无法拖延 等待 如果你不在这些关系下功夫 等到年华老去 你将在人生之路举举独行 不知快乐为何物 一杯奶昔的任务 很多产品会失败 是因为公司当初从错的角度进行开发 那些公司把焦点放在他们要卖什么给顾客 而非顾客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无法和顾客同干 没有深入了解顾客买他们的产品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人际关系也是 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要什么 而不是别人想要什么 如果你能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 将心比心 就能增强你的人际关系 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过IKEA这家种类多样 价格低廉的家具连锁店 IKEA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 过去40年来不断在全球各地展店 每年营收超过250亿欧元 这家企业的创办人坎普拉 以及深世界首富之列 对一家贩售顾客自行组装的廉价家具而言 IKEA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 令人不解的是 过去40年来为何没有人仿效IKEA 设想周到的小帮手 IKEA获利丰厚 是家具零售业的龙头老大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商业机密 有心复制IKEA成功经验的竞争对手 只要到店里走一走 对其产品进行还原工程 也就是将IKEA的产品逐步解体 了解其设计方向 所用零件 产品结果和组装方法 就能制造类似产品 甚至也可以推出相似的行路 为什么没有人如法炮制 原因在于 IKEA的整体商业模式和传统家具店有很大的不同 包括购物经验 卖场配置和包装方式等 大多数家具连锁店都以某一种客户群 或某种产品为主 像是客户群可依照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或收入水准细分为若干群体 以家具零售业而言 如列维茨家具就专门贩售廉价 耐用的商品给收入较低的顾客 依莎艾伦则卖古典或乡村风格的高档家具给富有的顾客 其他还有专营都市现代风格的家具店或办公家具等 但IKEA采用完全不同的做法 它们并不针对某一种客户群或产品 而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出发点 帮他们完成生活上 必须完成的工作 成为顾客生活的好帮手 工作 过去20年 我一直致力于创新研究 关于市场行销与产品发展 我和同事想出一个理论 也就是所谓 必须完成的工作 以及我们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 不是为了产品本身 而是产品可以帮助我们完成生活上的一些工作或解决问题 解决必须完成的工作 我们并不是依照自己所属的某种人口特性在过生活 例如 你购买某种产品 并不是因为你的年龄曾在18岁到35岁之间 你是男性而且拥有大学学位 虽然你的背景或许和你是否下决定买这种产品有关 却不是你购买该产品真正的原因 反之 我们经常发现生活中有些工作非做不可 因此想办法去完成 如果某一家公司开发某种产品或服务可帮我们完成工作 我们就会购买 如果这样的产品市面上还没有 我们只好找一个变通的方式 因此 我们想要购买某种产品的心理机制如下 我有件工作必须完成 这种产品刚好可以帮我做好 我儿子麦克最近利用IKEA解决了生活中必须完成的一件事 我因而更加了解这家公司为何会如此成功 过去他一直是个省吃俭用的学生 不久前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为新的雇主工作 他打电话跟我讨论一个问题 爸爸 我明天要搬到我租的公寓 我得把家具准备齐全 这时 我们两人同时想到一家店 也就是IKEA IKEA了解你的需要 IKEA并非只卖某一类家具给某一群消费者 反之 他们想到的是大多数消费者搬到一个新环境或成家时所面临的问题 我得在明天把家具准备齐全 一日才能安心上班 竞争者或许可以模仿IKEA的产品 甚至卖场配置也可和IKEA一模一样 但没有人学到IKEA整合产品和卖场配置的精髓 在IKEA贴心的安排下 消费者很快就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也许你必须开半小时的车才到得了IKEA 但你一趟就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 IKEA的卖场规模因而越来越大 而且随时注意库存是否足够 他们甚至有专人看管的儿童游乐区让孩子在卖场玩耍 父母才能专心采购 我们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 不是为了产品本身而是因为它可以解决问题 试想如果孩子一直在旁边吵闹或拉你的袖子 你很容易忘记买某样东西或只能在仓促之下选购 如果你饿了IKEA卖场里面就有餐厅 你不必到外头找东西吃 IKEA所有的产品都包装凭整 易于攜带让你结账后随即可用自己的车子搬回家 如果你买了太多东西 车子装不下也可付费请IKEA送货到家 由于IKEA处处为消费者着想 很多人因而成为IKEA的忠诚顾客 像我儿子迈克就对IKEA非常死忠 每次要装修公寓、房间或买家具 一定往IKEA跑 因为他知道IKEA能帮他建构一个舒服的家 如果亲戚朋友要装修房子或买家具 迈克一定大力推荐IKEA 说明IKEA为何比别家来得好 如果一家公司能了解顾客生活所需 在发展产品时从顾客的角度来看 也考虑到购买和使用经验 往后顾客如果有需要 必然会立刻想到该公司的产品 若是一家公司制造出来的产品标榜有很多功能 但是没有一样做得好 那就难以培养忠实顾客 顾客要是看到别家也有差不多的商品 而且有折扣 马上就变新了 更便宜 更浓郁 更多碎片 上述 利用产品来完成某项工作的理论 出自我的行销研究个案 我和几个同事为一家大型素食店想办法 看看怎样才能增加奶昔的销售量 那家公司先前已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 他们锁定目标顾客群 问他们一些问题 请问我们该如何改善奶昔 你才会想要多买一点 你希望巧克力的口味更加浓郁吗 价格更便宜吗 还是有更多的巧克力碎片 该公司收集了所有的顾客意见 然后加以改善 他们调整了配方 努力使奶昔更受顾客的欢迎 但新的奶昔表现只是平平 销售量和获利率都没有提高 那家公司不知怎么做才好 所以请我们帮忙 我的同事莫埃斯塔提议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奶昔的问题 他说 我想知道顾客在生活上碰到什么事 使他们想进来买一杯奶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于是素食店请人长时间在店里详细记录一些资料 顾客买奶昔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 一个人来买吗 除了奶昔 是否买了其他东西 他们在店里喝奶昔 还是外带 为什么只买奶昔 结果让人大未惊讶 将近一半的奶昔都是在清晨时段售出 顾客几乎都是一个人来买奶昔的 他们只买奶昔 没买其他东西 几乎所有客人买了奶昔就开车走了 我们向了解顾客买奶昔是为了什么 于是另一天早晨又站在店门口 问哪些手里拿着奶昔 正要离开的客人 我们用简要的问题询问他们 对不起 科佛请你说说 你买这杯奶昔可以帮你完成什么样的事 如果他们一时之间答不上来 我们就给他们提示 请想想上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买吃的 是否需要完成同样的事 只不过不是买奶昔 而是买别的 有人说香蕉 还有人说甜甜圈 贝果 棒棒糖 然而大多数的顾客人偏爱奶昔 答案藏在细节里 我们把所有答案总和起来 发现这些一大清早买奶昔的顾客 几乎都有同样的事要做 他们要开很久的车去上班 这一路非常无聊 得找点有趣的事来做 他们其实不怎么饿 但他们知道过了一 两个小时 肚子铁定会饿的咕咕叫 有一个人说 如果我不买奶昔 有时我会买香蕉 但请你听我的话 别买香蕉 香蕉一下子就吃完了 到了早上十点左右 你又会饿了 有人则抱怨说 如果一边吃甜甜圈一边开车 甜甜圈容易掉屑 让手指头变得黏黏的 或是弄脏衣服 方向盘 如果吃贝果呢 贝果太干 而且没什么味道 有人不得不把贝果 搁在膝上涂奶油奶酪或果酱 另一个人说 有一次我吃了一条市立架 但早餐吃巧克力棒 让我很有罪恶感 我再也不这么做了 同样的产品 可能用来完成完全不同的事 如果是奶昔呢 那就好多了 如果你用细细的吸管吸一杯浓稠的奶昔 不会一下子就吸光 即使上午过了一半 还不觉得饿 有一个人满心欢喜的说 你看着奶昔这么浓 我要20分钟才吸得完 我才不在乎奶昔的成分是什么 只要让我一整个早上都有饱足感就好了 而且奶昔杯子可以放在车内的饮料架上 它一边把空空的手举起来 最后我们发现 奶昔是长途开车通勤的最好凉拌 胜过其他食物或饮料 如香蕉 贝果 甜甜圈 早餐棒 果泥 咖啡等 对素食餐饮连锁店而言 这真是突破性的洞见 但我们的洞见不止于此 我们发现 同样的产品可能用来完成完全不同的事 满足说好的父爱 原来 在下午和晚上 来买奶昔的客人很少是通勤者 大都是做父亲的 这些做父亲的一整个星期下来 不知跟孩子说过几次 不行 不行 不能买新玩具 不行 不能太晚睡 不行 不能养狗 我发觉 我也是这样的父亲 我为什么会来到素食店买奶昔 我想跟孩子说 好啊 让他们觉得我是个爱他们的好父亲 我在点餐台前排队 儿子跟我说他想点什么餐 接着 他抬起头来 问我 爹的 我可以点奶昔吗 那一刻 我终于可以说 好啊 让儿子满足 自己也跟着高兴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说 当然 你可以点奶昔 然而 我们的肩膀 我们发现奶昔 在这个时候的表现 差强人意 我们仔细观察周遭带孩子来用餐的父亲 做父亲的就像我 很快就吃完了 小孩把吸管插进奶昔 吸了大半天还没吸完 没有标准答案 做父亲的只是想利用奶昔对孩子示好 不希望这一顿晚餐拖太久 他们渐渐失去耐心 最后说 儿子 我们时间有限 他们不得不把喝了一半的奶昔丢掉 迅速把桌子清理干净 如果素食连锁店问我 那我们要如何改善奶昔 使这款产品更畅销 更浓稠 更甜 还是家粮 其实 我要的都不是这些 我只是利用奶昔来完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 他们分析奶昔的主要顾客群 发现单一产品并无法满足所有消费族群的需要 反之 如果你了解奶昔主要用来帮顾客完成两种不同的工作 就知道如何着手改善 早晨供应的奶昔必须更浓稠 让顾客可以吸得更久 你还可以考虑加上果粒 不是为了健康 而是使开车通勤这件事变得更有趣 让顾客惊喜 没想到奶昔里面还有果粒 最后 你还可以把奶昔的机器从后方推到柜台前面 加上自动贩卖装置 客人就不必浪费时间排队 可以拿了就走 下午或晚上的做法则完全不同 也许下午之后提供的奶昔可以减量成原来的一半 或是吸一点 让小孩能很快吸完 12分钟游戏大受欢迎 由于情况不同 不可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首先 你必须了解顾客的心 知道他们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事 不久前 有一个人带着他发明的纸牌游戏 拜访位于新函部下的大创意集团 然而 大创意集团的执行长 柯林斯认为这种纸牌游戏很难卖 就在那个发明人收好东西准备离去前 柯林斯问他 你为什么会想到发明这种游戏 他只是淡淡地提到 这个游戏如何帮他解决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 我有三个小孩 工作又很忙 每天下班回家 吃完晚餐已经八点了 孩子该准备上床睡觉 这一整天 我都不能陪他们玩什么好玩的 我该怎么办 拿大富翁出来 还是下棋 我需要找出一种好玩的游戏 但是必须在15分钟之内玩完 收拾好 如果能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 就能增强你的人际关系 啊 这个男人至少一个星期 有五天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虽然柯林斯觉得他发明这款纸牌游戏没什么特别 但这个游戏的价值在于 他能帮为人父母解决亲子相处的问题 也就是帮忙他们完成工作 不知有几百万个父母 每晚都在为同样的是苦恼 因为这种纸牌游戏的问世 后来又出现一系列 12分钟游戏 这种纸牌游戏的发明人 从亲身遭遇得到洞见 进而帮数百万个父母解决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每一种成功的产品或服务之所以能大受欢迎 是因为这种东西帮我们完成了不得不做的工作 这就是购买背后的因果机制 如果一个人开发出一种有趣的产品 但没能帮上消费者的忙 这种产品就难以成功 除非经过适应 调整 使这项产品能为消费者完成生活中某个重要的工作 当产品融入生活 金宝公司的蔬菜汁就利用这样的理论 成为消费市场上的赢家 金宝公司的主管在四年前参加我们的管理进修课程时 谈到他们的经验 这种蔬菜汁含有八种蔬菜的营养 多年来与金宝合作的广告商都强调这一句 哇 早知道就喝 但是他们的销售手法和果汁 汽水等饮料差不多 只有少数消费者喜欢喝这种蔬菜汁 金宝公司的主管上了我们的课后 了解以帮顾客完成工作的角度来定义产品和市场区块 这才恍然大悟 了解自家产品的优势 也就是可以提供蔬菜的营养素 我们长大成人离开家之后 都答应妈妈我们会乖乖吃蔬菜 确保自己维持健康 然而 如果你去市场买菜回来 便有的忙了 你的削皮 切片 切块 切丝 煮沸 放在锅里炒或烘烤 然后才能吃顿饭 而且你煮的还不一定美味 金宝的主管说 消费者可能说 我只要喝蔬菜汁 就能得到所有的营养素 如此一来 老妈就不会再牢叨 说我不吃蔬菜了 最重要的是 这种蔬菜汁开灌即可饮用 不必大费周章的准备 既省时又省力 该公司了解到这点之后 把焦点放在一瓶蔬菜汁即可提供一日所需摄取的蔬菜营养素 这个策略果然奏效 他们重新定义蔬菜汁的任务 让消费者了解这瓶果菜汁能帮他们完成的工作 不到一年 蔬菜汁的营收成长了四倍 原因就在这项工作不是果汁 汽水等其他饮料可以取代的 我们与人互动时不知不觉也常采用以工作为出发点的心态模式 以下将以我们对美国学校教育的观察与研究为例来说明 我们已经出版这项研究的成果 也就是来上一堂破坏课 一书 我们希望藉由这个研究解开的谜题之一是 为什么美国学童缺乏学习动机 我们已经把科技 特殊教育 娱乐 校外教学等改善的做法引进课程中 但似乎还是没多大的改变 这是怎么回事 答案就在了解学生希望学校给他们什么 帮助他们完成工作 获得自己想要的 上学是为了什么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上学这件事并非学生希望完成的工作 上学是一种手段 而非目的 学生希望学校帮他们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二 一是获得成就感 二是交朋友 而且每天都能如此 当然 他们可以透过学校达成这样的目的 有人学业成绩表现优异 在学校交了不少朋友 参加乐团 数学研究社或加入篮球队 但他们不一定要上学才能得到成就感 交朋友 例如 他们可能辍学 加入帮派 开车在街上有晃 上学是一种手段 而非目的 学生希望学校帮他们完成的 是获得成就感与交朋友 从工作的观点来看 显然学校并没有做得很好 大多数学生非但在学校得不到成就感 反而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我们或许认为 有学习动机的学生才能成功 但我们发现 所有学生都有想要成功的动机 却只有少数学生可从学校得到成就感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已从上述连锁速食店的案例得知 学校会失败的一个原因 是没能考虑到学生真正需要什么 就如同速食店的奶昔改良计划 起初没能帮顾客完成他们必须做好的工作 如果只是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为什么该这么做 并无法说服学生认真 我们必须让学生亲身体会学校生活带给他们的成就感和友谊 如果学校提供的课程能满足学生所需 让学生每天都能获得成就感 那么辍学或缺席的学生就会渐渐减少 最后趋近于零 学校课程若能达到这个目的 学生就不会排斥困难的教材 乐于接受挑战 设身处的为人着想 在你的工作生涯和个人生活中 如果你能确实掌握必须完成的工作 将得到莫大的回馈 如果我们拿上述的工作理论来看人生 你就会发觉 在你这一生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一个好丈夫或好妻子 如果你能做好 我相信你必能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正如我们从工作理论来了解学生 想从学校得到的东西 我将在下面讨论这种看法 对婚姻和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你和你太太就像前面案例中购买奶席的顾客 我们不一定能明确说出自己想要做什么 更别提你太太希望你做的 如果你想了解太太真的需要你为她做的 就得靠直觉和同理心 你必须设身处的为她着想 再者 你太太做的和你认为她应该做的 常常大不相同 很多做先生或是做太太的大方无私的 给另一半很多东西 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认为另一半应该想要那些东西 例如做先生的说 亲爱的老婆 我要送你一只一位新电话 你一定会爱死这玩意儿 说来讽刺 很多婚姻会变得不快乐 正是因为这种无私的付出 爱不等于了解 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知道另一半要什么 而非花心思深入了解配偶的生活 他们必须完成哪些事 例如我的朋友石考特家里有三个未满五岁的幼儿 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家里很不寻常 早餐用过的餐盘还摆在桌上没有清理 老婆也没准备晚餐 在那一刻他感觉老婆巴巴拉这天必然特别辛苦 需要有人帮助 他一句话都没说 随即卷起袖子 洗碗 煮碗 给孩子吃 他忙到一半 巴巴拉就悄然离去 他为孩子吃饭时 突然想到 巴巴拉去哪里了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楼找巴巴拉 发现他一个人待在卧房 他本来以为老婆大人会很感激他做的一切 没想到巴巴拉竟对他生气 他呆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尽管他上了一天班 累个半死 还是帮忙做家事 照顾孩子 他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巴巴拉说 我辛辛苦苦一整天 你怎能对我不理不睬 你认为我不理你 史考特说 我帮你洗碗 清理厨房 煮晚餐 喂孩子吃饭 你怎么会认为我不理你 之后 史考特才明白巴巴拉怎么了 没错 先前他帮巴巴拉做的都很重要 他以为这就是巴巴拉需要的 巴巴拉解释说 他觉得辛苦 不是因为做不完的家事 而是他一整天为了应付这三个小萝卜头而焦头烂额 完全没机会跟任何一个大人说话 这时 他需要的是跟一个关心他的大人好好聊聊 虽然史考特帮忙做了家事 那只会让他有罪恶感 对自己生气 每天 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对夫妻演出同样的婚姻戏码 我们把自己的念头投射在伴侣身上 以为自己了解伴侣需要什么 史考特自己在又烦又累的情况下 也许希望有人可以伸手帮忙 于是他认为这也是巴巴拉需要的 因此下班后帮他完成家事 瞧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良善的 然而还是做错了 做先生的认为自己为了家庭无私的付出 同时也认为老婆未免过于自我忠心 甚至没注意到他的努力 其实 公司行销人员和顾客的互动也常是如此 的确 我们可以为伴侣做任何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做的并不是他最需要的 就可能面对挫折与困惑 我们弄错了方向 只是做出一杯更浓郁的巧克力口味奶昔 而非顾客想要的 这或许也是婚姻中最难的一刻 即使我们用心良善 也有深切的爱 还是常常误解彼此需要的 我们每天有做不完的琐事 与另一半的沟通仅指于谁必须做什么 我们认为自己想的就是对的 如果你把必须完成的工作 当作一面透进来看待婚姻 你就会发觉最幸福 忠实的夫妻通常都能为对方设想 因此能够适切地完成该做的事 像我本身就觉得受用无穷 我真正了解我太太的需要 且把事情做好 我发觉我也更爱她了 我希望她也有同样的感受 反之 如果你总是认为你需要的 对方无法给你 这样的婚姻难免会以离婚收场 你想 既然她不能给我 那我再另外找一个人就是了 牺牲让人更投入 谈到牺牲与承诺 似乎不是我们直觉喜欢或愿意去做的 但我深深相信 要拥有融洽的伴侣关系 并非找到可以让你快乐的人 而是你愿意努力让你爱的人高兴 你愿意尽最大的努力 让那个人快乐 你觉得那个人值得你这样做 我们会深爱彼此 那是因为我们互相了解对方需要什么 也乐意去满足他的需要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帮助他成功 让他快乐 牺牲会让我们更投入 不止婚姻如此 与家人 朋友的关系也是 你的牺牲也是你与你工作的组织 你的文化 你的国家有更深的连结 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例 陆战队的成员都对这个团体 同僚和国家有很深的归属感 加入海军陆战队可不是好玩的 对很多年轻成员而言 都是有生以来最严酷的考验 他们的工作非常危险 还有可能送命 但他们都愿意为团体和同僚牺牲 你不时刻在美国各地看到贴着永远忠诚的 拉丁语汽车保险感贴纸 这就是海军陆战队的精神标语 传教之行的启示 我女儿安妮也有这种经验 她曾到蒙古当传教室 当她告诉我们 她将前往蒙古的时候 她弟弟给她一番行前导览 这是一个伟大的地方 但别在冬天的时候去 因为那里的气温低到摄氏零下53度 也别在夏天的时候去 那时会热到摄氏51度 春天也不是好时节 因为戈壁沙漠将吹起沙尘暴 不但车子的烤漆会被刮掉 你也可能被包去一层皮 除了这些缺点 你应该能享受这个美丽的地方 虽然听来似乎不太妙 我们还是让她去 正如旅游书上所说 蒙古的生存环境可能极为险恶 我们也了解成吉斯汉为何急欲往南发展 由于气候条件恶劣 当地几乎草木不生 只有少数地区能种植穀物和蔬菜 因此 几乎所有食物都取自动物 如马 羊 牦牛和山羊 安妮足足在那里待了18个月 主要的工作是教书和传教 协助当地人 她从小到大没吃过这么多苦 然而你知道吗 安妮回来之后 人对那些蒙古朋友念念不忘 也更坚定志向 以欣慰教会奉献 我年轻的时候曾在韩国当过传教士 不但认识了这个国家 也在当地结交了不少朋友 那时韩国人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 我和安妮会到这样的地区服务 传教 并非因为这份工作轻松 好玩 反之 这是最困难的挑战 因为全新的奉献与投入 我们和教会以及当地人 有了更深的连结 当然 我们必须确认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就像我和安妮投入在教会的工作 或许家人更值得我们付出 不管是深厚的友谊 或是圆满的家庭和婚姻 莫不根植于这样的牺牲与奉献 深厚的友谊与圆满的家庭 莫不根植于牺牲与奉献 最快乐的困难时光 我很早就从我太太娘家 发现这样的道理 我太太克利斯丁来自一个大家庭 她是老大 有11个弟妹 虽然他们并不富裕 但这一家人充满爱 总是尽力互相帮助 不惜牺牲自己 如果家人有人遭遇困难 其他人总是立刻伸出援手 我真的很少看到这样亲密 团结的家庭 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 我在英国求学时得知父亲得了癌症 过了一、两个月 我已经很清楚他不可能好转 于是我回家帮忙照顾他 我不能把父亲丢给我母亲和兄弟姐妹 一个人在国外求学 我想都没想就决定回国 因为我的家人需要我 这是我必须做的事 我父亲毕生都在喜安合作社工作 儿时 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去店里帮忙父亲 我们会把货品上架 把商品有标签那一面转向前面 或是用小袋子装和果和调味料 然后贫重 虽然我们这几个小矛头只会越帮越忙 但我们还是学到不少 我父亲因为病重 最后没办法上班 我志愿帮他代班 上星期 我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 此刻我已变成店员 忙着把耶旦商品上架 你或许认为 我会为这样的命运怨叹或愤怒 其实 那几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现在回想起来 我想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把生命的全部奉献给父亲和我亲爱的家人 我们自然而然希望我们所爱的人快乐 困难的是 我们不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从工作的观点来思考你与家人或朋友的关系 你就可了解他们真正想要什么 如此一来 你才能有真正的同理心 请问问自己 我的另一半最需要我做什么 从这样的问题下手 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 如果你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你与别人的关系 答案就比较显而易见 然而 光是了解你要做什么还不够 必须付诸行动 你必须花时间和精神去做 暂时把自己的事情和欲望放在一边 专心让你所爱的人快乐 我们也要鼓励伴侣或孩子这么做 你或许认为 牺牲可能会带来愤怒或不满 但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 这魔作反而可以为你带来快乐与满足 你越牺牲 越投入 关系必然会越稳固 奇色思之传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最好的机会 新一代的父母似乎更努力为孩子创造机会 因为他们过去未能获得那样的机会 于是 我们请老师或教练来教导孩子 让孩子获得更丰富的经验 一一我们以为这样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做最好的准备 但不知这魔作其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过去一 二十年来 戴尔一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个人电脑制造商 然而 很少人知道 戴尔能称霸天下 最大的工程是一家电脑零件供应商华硕 华硕步步进逼 戴尔在90年代初期图飞猛进 首先 这家公司采用破坏式创新的模式 一开始是以破盘价推出低阶个人电脑 由于他们主要透过由购货网络来销售 因此可以压低价格 接着 制造一系列性能更好的电脑 从市场底层往上爬 其次 他们将电脑生产线模组化 按顾客需求来组装 戴尔从其他地方订购零组件 在48小时内即可组装完成 出货 第三 戴尔的资金运用因此更有效率 公司资产创造的销售量增大 获利率也随之提高 这样的表现让华尔街拍手较好 这三个策略就是戴尔成功的关键 有意思的是 戴尔能成为个人电脑巨拨 背后的推手时是华硕 华硕就像戴尔 一开始提供设计简单 可靠的电路板给戴尔 而且价格比戴尔自己生产的成本更低 接下来 华硕又跟戴尔提议 我们生产的电路板很不错吧 不如贵公司电脑的主机板也交给我们来做 制造主机板正是我们的专长 比你们自己做要来得好 光是主机板的部分 你们又可省下两成的成本 戴尔的分析师也认为 华硕的主机板不止价廉物美 还可把公司主机板相关生产资产从损益表中删除 华尔街分析师的阴言紧盯着各企业的财务指标 追踪其资本运用的效能 其中 最常见的一种指标就是净资产报酬率 一家公司的净利润除以净资产 就可计算出净资产报酬率 如果分子的净利润增加 或分母的净资产减少 报酬率就会提高 净利润要增加比较困难 因为公司必须卖出更多产品 至于净资产减少通常比较容易 只要透过外包就可以做到 净资产报酬率越高 代表一家公司资金运用的效能越大 华硕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如果戴尔利用外包降低净资产 依然可以把同样的产品卖给顾客 就能提高净资产报酬率 让华尔街开心 于是戴尔告诉华硕 这真是个好点子 我们需要的主机板就拜托你们了 这春交易也使投资人更看好华硕 因为华硕利用现有的资产就可增加销售量 戴尔和华硕可谓互蒙其力 之后 华硕又对戴尔说 瞧 我们生产的主机板很不错吧 为什么不让我们来帮你们组装电脑 再说 组装电脑也不是你们的强项 如果你们把组装的工作也发包给我们 就可进一步减少剩余的制造资产 组装成本甚至比你们自己来做再降两成 戴尔的分析师认为 这个提议也是个双赢策略 华硕为戴尔做得越多 华硕的净资产报酬率更进一步提高了 去除制造资产后 戴尔的净资产报酬率也变得更漂亮 接下来 戴尔不但把供给链的管理外包 连电脑设计本身也外包出去 此时 戴尔个人电脑业务的一切都外包了 整部电脑可说都是华硕做的 只留下品牌名 戴尔的净资产报酬率因此变得非常高 资产只剩消费者服务部分 外包的悲剧 到了2005年 华硕宣布决定以自己的品牌全面进攻美国市场 戴尔的命运就像典型的希腊悲剧 华硕一步步蚕食惊吞 从价值链中最简单的东西开始做 慢慢接手更复杂 更重要的部分 逐步增加企业的价值 戴尔一直以为自己和华硕是天作之和 双方合作为戴尔带来惊人的净资产报酬率 然而这些数字并未反映这样的合作关系 对戴尔的未来有何影响 戴尔本来是最强大的电脑公司 多年来一味追求报酬率 把业务渐渐外包出去 之后就难有什么表现 戴尔自己不制造电脑 出货也不是由自己来做 全部外包给台湾的电脑厂商 只允许他们使用戴尔这个商标 虽然戴尔得以专攻高收益的伺服器业务 这方面业绩因而蒸蒸日上 但在一般消费者使用的个人电脑 戴尔可谓得不偿失 为了追求报酬率 殊不知自己渐渐失去重要能力 你可从这个故事看出外包的危险 显然 如果戴尔的领导阶层有先见之明 能看到这种合作关系的结果 必然不会轻易接受华硕的提议 但他们怎么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 了解你的能力 问题就在管理阶层是否拥有能力的概念 你必须了解组织有什么样的能力 以及哪些能力是未来命运所系 哪些比较没那么重要 这是什么意思 简而言之 一家公司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资源 流程以及企业的优先顺序 由于这三项因素代表一家公司完全不同的三个层面 也涵盖公司运作的全部 因此任何时间皆可正确反映出一家公司的情况 一家公司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端来是否有这些能力 能力是不断变动而且长久累积下来的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草创时即可完全把能力发展出来 这三项因素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资源 资源包括人员 设备 科技 产品设计 品牌 资讯 现金 以及与供应商 经销商和顾客的关系 资源通常是指人员或东西 也就是能被雇佣 开除 买入 出售 可能降价或被制造出来之物 很多资源都是我们看得见的 通常也可以估量 经理人因而得以评估这些资源的价值 大多数人或许认为资源就是一家公司成功的关键 但资源只是驱动公司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员工把资源转化为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也就是为组织创造价值 员工互动 协调 沟通 做决定 凡此种种就是流程 透过流程 组织才得以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 流程包括产品的开发与制造 市场调查的方式 预算 员工发展 薪资与资源分配等 流程不像资源那样显而易见 容易估量 我们往往无法从一家公司的损益表看出其流程如何 如果一家公司的流程很强 经理人就不会对人员的指派大伤脑筋 不管派什么人去做 都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以麦肯锡这样全球型的管理顾问公司为例 这家公司的营运重点 是为全世界公司部门的高阶管理层级解决问题 由于他们的流程非常成功 来自不同背景 拥有不同专才的顾问很容易融入公司的流程架构 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 能力是不断变动而且长久累积下来的 第三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一个组织的优先顺序 我们可从上述三个因素看出一家公司如何做决策 了解该公司可能投资什么 或不会投资什么 每一个阶层的员工在做决定时 都会依照优先顺序来做 例如 今天最重要的是是什么 以及他们会把什么放在诸多待完成事项的最后 如果公司变得越来越大 经理人就无法兼顾每一个决策 这也就是为何一家公司变得更大 更复杂时 资深经理人必须让员工自己依照优先顺序 在不背离公司策略和商业模式之下 做出最好的决定 这一位成功的资深主管必须花很多时间 明确地说出公司既定的优先顺序为何 让全公司的人了解 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可看出一家公司优先顺序的设定 也就是公司能否赚钱的关键 公司要能屹立不摇 员工必须支持公司的策略 依照公司的优先顺序来做 否则他们做的可能与公司根基冲突 美国半导体公司逐步衰亡 其实不只是代尔 如制药、汽车、石油、资讯科技 半导体等其他产业的公司 外包业务有增无减 没考虑到公司未来的能力 金融家、气管顾问和学者 鼓励公司尽量外包 以求短期获利 但在这种短视尽力之下 一家公司的能力可能就此牺牲 就像戴尔 渐渐被华硕费了武功 以美国半导体业的外包历史为例 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公司执着于外包 最后惨遭淘汰 美国半导体公司多半选择 和与中国或台湾的供应商合作 由于外包出去的部分都是最简单的 并非比较复杂或可以获利的步骤 如产品设计 美国公司认为这模作只有百利而无依害 虽然亚洲供应商只是组装产品中最简单的部分 但他们并不会在原地踏步 他们承包的是廉价的劳力工作 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 但他们也知道如果出现更廉价的竞争者 就会失去工作 因此 这些亚洲供应商努力在市场力争上游 发展自己的能力 以制造或组装更复杂的产品 现在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的供应商都能自己制造产品和零件 而他们的美国客户由于长期习惯外包 已失去这方面的能力 十年和东十年和西 一开始美国公司会把简单的业务外包出去 是为了降低成本和资产增加报酬率 这似乎是个明智的决定 然而 最后他们连精密的产品也得外包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做不出来了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能力的理论来决定哪些业务可以外包 哪些择否 这模作必须考量到两点 首先 你必须评估供应商的能力 并且假定他们是会改变的 不可只看到供应商目前做的事 而要考虑他们将来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其次 你的了解未来成功必须具备的能力 这点更加重要 无论如何 你必须保有这样的能力 否则就是把公司的未来交给别人 只有了解公司的能力有多重要 才是一个有远见 优秀的执行长 否则只是庸庸碌碌的人 未来不可外包 我们每天都在评估别人的能力 只是你不一定意识到自己这模作 我们不时在评估我们的公司 老板 同事或员工 我们也评估竞争对手的能力 如果我请你把焦点对准自己和家人 你做得到吗 你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你的家人呢 把自己看成一家公司 以资源 流程和优先顺序来检视似乎有点怪异 但这真是评估自我的一个好方法 你可借此了解 哪些是你做得到的 哪些则超乎你的能力 如果你列出自己的能力 有些确实是你的强项 也可得知哪些是你应该加强的 可惜 我们都没能好好这么做 就像戴尔无法让时光倒流 好好抓住自己的核心能力 我们也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 好好发展自己欠缺的能力 但身为父母的我们 的却有机会帮助孩子 我们可以预想他们未来可能会碰到的挑战和问题 透过资源 流程和优先顺序的能力模式来估量孩子需要具备的能力 孩子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决定一个孩子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第一个关键因素是资源 包括金钱和物质上的资源 有些是父母给他的 有些则是他自己获得的 还有他的时间 经历 知识 才能 人际关系 以及他从过去学到的一切 第二个关键因素则是流程 这里所谓的流程 就是孩子运用资源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像企业 孩子的流程能力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然而正因如此 我们的孩子才变得与众不同 包括他的思考 提问如何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 如何与他人合作等 举例来说 一个年轻人坐在教室里上课 老师和学者创造知识 这个年轻人静静地坐在教室 被动地吸收别人创造或提供的知识 在此 知识就是这个年轻人获得的资源 他可能运用这样的资源在考试得到高分 他也能用这样的资源创造新的知识 比方说 他如果能用课堂上吸收的知识 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进行自己的科学实验 这样的能力就是流程 除了资源和流程 最后一种能力就是孩子心中的优先顺序 其实 他们的优先顺序可能和大人差不多 如学业 运动 家庭生活 工作 信仰等 从孩子设定的优先顺序可了解他将来会如何做决定 哪些是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 哪些则不急 可以慢慢来 哪些事情则是他毫无兴趣的 把自己看成一家公司 检视资源 流程和优先顺序 是评估自我的好方法 我在以孩子开发iPad App为例 来解说上述三个因素如何一起作用 如果你的孩子有一部电脑可以写程式 他也学习如何写出像iPad App的应用软体 电脑和知识就是他的资源 他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 在没有人指导之下 自己摸索 创造出新的东西 这就是流程 他一有时间 就想研究他的App 并解决写程式时碰到的问题 他希望自己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东西 让朋友刮目相看 可见写App在他心中是最重要的事 这样的优先顺序就是他创造的动力 资源是孩子能利用的东西 流程是他怎么做 而优先顺序就是他这么做的理由 发生在家庭内的希腊悲剧 现在有很多父母做的 正像带耳外包个人电脑业务 虽然为了孩子着想 给孩子最好 最多的资源 却剥夺了孩子的能力 这点着实令人担心 我们的社会变得富裕 我们也把愈来愈多工作外包出去 但在一个世代以前 家里的事情大部分都得自己来 记得我小时候 有很多事都自己做 我们有自己的花园和果树 自己种菜给自己吃 收成的东西吃不完时 我们就会腌制或保存起来 在冬天和春天的时候吃 我们的母亲都会做衣服 那时还没有防皱布料 我们必须花很多时间洗衣服 整趟衣物 我们从未想过有一天 要雇人来除草或铲血 在那个年代 家里有不少事情 都是孩子可以帮忙的 过去50年来 外包变得越来越便宜而且方便 很多事情都可委托专业人员代劳 于是 家里很多事都不必做了 只要定时清理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和脏污 中产阶级的妈妈婴儿不必在家世上多花时间 可以以孩子为生活重心 成天忙着开车接送孩子上学 放学 参加各种球队 如足球 曲棍球 棒球 篮球 以及上舞蹈 体操 音乐 中文等各式各样的才艺班 甚至送孩子到伦敦游学或参加夏令营 很多孩子暑假因此忙得没时间打工 体验工作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妈妈就是美国礼语中的新词 足球妈妈 15年前 还没有这样的自会 似乎这样的学习对孩子而言是宝贵的机会 对他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比帮忙家世来得好 孩子也可学习克服困难的挑战 承担责任 学习团队精神 可早一点把孩子推向成功之路 资源是孩子能利用的东西 流程是他怎么做 优先顺序是他这么做的理由 然而 很多父母并没想那么多 只是忙着把孩子的空闲时间设满各种活动和课程 其实 更重要的是 帮孩子发现自己真正喜欢做什么 他们才有动机去发展自己的流程 但这往往不是父母让孩子去参加活动的动力 做父母的只是认为这么做已经达成任务 算是善尽父母的职责 瞧 我已经给孩子这么多的学习机会 也有父母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投射在孩子身上 如果孩子并不喜欢父母为他们安排的活动 父母应该要有警觉 做父母的应该思索 孩子是否从这些学习的经验学到重要的 深层的流程能力 如团队合作 创业精神 也知道事前准备的好处 或者他们只是被动的配合 在我们强调提供资源给孩子时 也必须问自己下列问题 孩子是否学到一些技能 因而得以更进一步的发展 孩子是否知道如何更深一层去运用得到的知识 孩子会从自己的经验学习吗 你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才能了解 对孩子的发展而言 资源和流程完全不同 亚苗助长 戴尔爸一部分业务发包给华硕时 为华硕设定必须达成的目标 也告诉他们必须解决哪些问题 华硕接着发展出流程的能力 而戴尔则渐渐失去这样的能力 华硕不断精益求精 终能升任更复杂的任务 但戴尔仍把焦点放在资源上面 其重要流程更进一步被削弱了 就这样一点一滴丧失竞争力 其实 很多父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认为孩子能获得的资源越多越好 他们和戴尔一样 以为自己做的决定 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高人一等 相信我们提供的机会和经验 可以帮他们成功 然而 如果孩子并不喜欢我们安排的活动或课程 不想挑战更难的东西 他们反而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流程 也就难以成就什么 注意平衡 当然 他们是你生养的 是你的骨肉 但你应该可以看出我说的重点 我指的并非别人叫他们的价值观比较差 也不是指你必须保护孩子免于被邪恶的世界吸引 因此你必须时时刻刻陪伴在孩子身边 保护他们 这不是我的本意 你该注意的是平衡 而且让你的孩子从面对人生的挑战学到宝贵的一刻 尽管你认为自己是在为孩子着想 但如果你发现你把父母该做的事 越来越多外包给外面的教练或老师 你就会失去越来越多可以帮助孩子发展自己价值观的机会 以对孩子而言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能力 在给孩子资源的时候 你总是惦记着孩子 为他们打算 大多数的父母也都是如此 他们希望供给孩子所需 让他们有最多 最好的资源 你或许常和邻居 朋友比较 谁家的孩子正在学什么乐器 参加什么球队等等 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最多种才艺 你或许会因此沾沾自喜 然而 如果没深入考虑到孩子的兴趣与能力 用活动或课程把他们所有时间填满 对孩子的发展不见得是件好事 他们长大之后 不一定可以符合你的期望 孩子虽然需要学习新的技能 也需要学习面对挑战 学会解决困难的问题 他们需要发展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你提供给孩子的课程或活动 他们不感兴趣 也就无从发展流程的能力 你若发现你把教导孩子的责任交给别人 等于是外包 也就失去帮助孩子成长的机会 孩子将来如何变成一个令人尊敬 仰慕的人 在学习的时机成熟时 孩子自会学习 而非你准备好教他们 他们就能学到东西 在他们面临人生的挑战时 如果你不在他们身边 也就失去帮助他们的机会 他们将不知人生的轻重缓急为何 不知如何形成优先顺序 经验学校 父母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就是让孩子学习做困难的事 如此 孩子将来才能面对人生的挑战 然而 你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具备该有的能力 1979年 作家沃尔夫在 《太空英雄》 一书描述在这个世界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 也就是战斗机飞行员的筛选 飞行员在严酷的竞争与淘汰中 一步步往上爬 以证明自己拥有真材实料 是可以耐受高压的天生英雄 早期的美国太空总署就是这样发掘一流人才 A家人才测试 很多公司寻找高级主管时 也有同样的想法 应该有一套筛选办法 可以区分出A和A家的人才 在企业界 测试人才的办法就是检阅履历表 从应征者过去的表现预测是否能够生润新的职务 我们在临选人才时 莫不认为最佳应征者拥有与生俱来的才干 加上日后不断的磨练 才会有如此耀眼的经历 所以企业也像太空总署寻找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般 以一连串的测试选拔出当中的佼佼者 用沃尔夫的话来说 他们就是有真材实料的人 若应征者在过去的工作经历中一直在同一阶层打转 没能往上升迁 就会让人觉得他们以达能力的极限 缺乏真材实料 如果发现一个人是否有真材实料 是确认是否唯一流人才的好办法 为什么我们常看到 有些主管尽管带着漂亮的履历表封封光光到另一家公司上任 最后却做得一塌糊涂 只好下台一鞠躬 显然其中大有问题 所谓与生俱来的才干为何无法成为可靠的成功指标 很多公司在选择人才时 有一些看起来似乎合理的条件 然而他们不一定能根据这些条件找到合适的人 百分之二十五所用非人 几年前 我曾在高级经理人培训课程担任讲者 参加那次课程的企业主管来自各行各业 人数超过一千人 我请他们回答这个问题 在你雇佣或升迁的人当中 有多少比例的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有多少比例表现尚可 有多少比例则是所用非人 我统计他们的答案 得到下列结果 那些器官主管认为自己用对人的比例约是百分之三十三 百分之四十尚可 而所用非人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五 换言之 很多主管常常用错人 他们在产品制造或服务上追求零瑕疵的品质 但在挑选人才时 出错几率却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然而他们却认为这样的错误率是可以接受的 如何找到真正的人才 如果我们用真材实料筛选人才的办法有问题 不能保证成功 那么我们要如何找到真正的人才 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个问题 希望建构出一个理论 让我的学生将来当了主管任用人员的时候 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我看了很多书 想从中找出一些通则 每一本都告诉我 我必须在最合适的时间 最合适的地方 找到最合适的人 然后提供一些成功的例子 那些书都假定那些成功的例子适用于每一家公司 XY公司因此找到了不起的人才 如果你这么做 应该也可以成功 其实 这并不是建构理论的好方法 甚至那算不上是理论 像这样的结论不过是建立在其文意识上 我读了南加大麦考尔教授所者 展翅高飞 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一书才有醍醐灌顶之感 知道该如何寻找人才 迈考尔在书中也解释 为何许许多多经理人都曾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 能力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不断催炼出来的 有经验才算真材实料 迈考尔对真材实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沃尔夫在书中描述的那些战斗机飞行员 的却是万众选一的佼佼者 但迈考尔从另一个角度剖析成功者出类拔萃的原因 他认为那些人才并非全部天生资质优异 即使他们资质普通 由于不断地从经验学习如何克服挫败或巨大的压力 能力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如果从真材实料的思维来看 我们要找的应该是有羽毛和翅膀的人 这样的人或许才能展翅高飞 然而如果你从经验学校的思考模式来看 你要问的是他们是否有飞行经验 如果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种思考模式可帮我们找到真正有实物经验的人 知道如何解决目前的问题 套用前一章的专有名词 我们要找的是有流程能力的人 因此麦考尔认为所谓天生英才 或是不是有真材实料 并非领选人才的关键 反之 能力是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不断催炼出来的 凡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失败的案子 或是接受新领域的考验都是经验学校的课程 一个领导人的能力如何 就看他是否修过这些课程 我不得不承认 我在评估经理人的表现时也常犯错 没能采用麦考尔的思考模式 例如 我执掌CPS科技公司时 就曾遭遇用人不当的问题 光有漂亮的履历表还不够 CPS生产高科技的精密陶瓷产品 如氧化铝和氮化系 公司创立两年后 我们准备投入初级产品的生产 决定雇用一位营运副总 我和同事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未曾接触工厂生产食物 于是我们决定聘请一位营运副总 请他负责把实验室操作的成果 转移到我们设在八公里外的新工厂大量生产 经过三个月的循循秘密 最后只剩两个最佳人选 A市董事会一位股东推荐给我们的 这人的确非常干练 曾在某家身价达数十亿美元的跨国企业担任 执行营运副总 该公司产品质精良让我们赞叹不已 例如他们生产的氧化膏在温度忽冷忽热之下 也不会破裂 另一个候选人B是我们公司的工程师 瑞克利剑的人选 瑞克是本公司非常倚重的干部 以前曾在B底下做过事 B一直在公司的第一线工作 是苦干实干型的 指甲甚至像工人一样脏 B服务的公司制造的是传统陶瓷产品 如用于电绝缘装置中的氧化铝 三个月前 由于工会合约难缠 该公司不得不关闭设于宾州的两家工厂 把生产设备搬到田纳西乡下再开一家新的工厂 B没有大学文凭 即使资质普通 若能从经验中学习 就可锻炼出能力 我们公司的资深经理人都认为B是最好的人选 但董事会有两个股东想要的人是A 他们对我们公司期望很高 希望CPS不久能飞快成长 迎头赶上类先前服务的那家公司 A知道生产高科技陶瓷产品的全球大公司是怎么运作的 它以前负责的营收多达20亿美元 我们的股东质疑 像B那样的人懂高科技产业吗 更何况B服务的公司是家族经营的 营收只有3000万美元左右 最后 我们决定任用A 花了25万美元把它从东京请来波士顿 A人很好 却迟迟无法让工厂上轨道 18个月后 我们不得不请他走路 我们想把B找回来 但他已经到另一家公司上班了 我们只好重新找人 那时 我们要是能照麦考尔的理论去做 就不至于面临这样的状况 A虽然曾掌管大公司的营业部门 但那家公司的营运早已上轨道 A只是接受 没有从头做起的经验 因此他不知道设立一家新工厂 或使新流程进入生产阶段 将面临哪些问题 再者 由于A以前是大企业高级主管 有很多直属部署 因此他的工作是管理这些人 监督他们把工作做好 而非和他们并肩工作 实战经验重于纸上谈兵 我们比较A和B的履历表 每一个人都认为A更深一筹 看起来比比具有 真才实料 那亮丽的资历马上把B比下去 然而 对我们来说 A并不是合适的人 就工厂运作的实际经验来说 显然B才是赢家 B从经验学校休息工厂经营的必修课 包括 将实验室的实验成果在工厂中放大 进行试产 最后再进行全面生产 它是工厂劳手 解决过不少工厂生产的问题 而那些问题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换句话说 它具备工厂营运的流程能力 但在选拔人才的时候 我们重视的往往是资源 而非流程 正如我在前一章讨论的教养问题 我们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即使是大公司也常一错再错 例如 英特尔与斯艾普两大科技巨人 合资创立潘迪希克公司 最后产品却严重滞销 不得不以倒闭收场 正和我们招募营运妇总时犯的错误如出一撤 只不过他们的错误要严重得多 潘迪希克的主力产品是适用于中小企业的资源规划软体 创立于1997年 英特尔与斯艾普不但溢注了一亿多美元的资金 高层主管还亲自挑选过去战机优秀的才干来领导这家公司 然而不过三年光景 这家众所瞩目的公司即宣布经营不善 关门大吉 让人跌破眼镜 以后见知名来看 潘迪希克公司会惨败 关键就在用人不当 的确 英特尔和斯艾普挑选的都是一流好手 过去的表现非常亮眼 但这些人却不是合适的人 计划你在经验学校的学习课程 透过麦考尔的理论来看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了 虽然潘迪希克公司每一位资深主管都有傲人的履历表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开创新事业的经验 没有人知道如何在碰到问题的时候随机应变 调整策略 也没有人知道如何使新产品获利 只是希望公司规模越大越好 潘迪希克的领导团队都知道 如何在世界级的大公司管理资源丰富的专案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在英特尔和斯艾普这样的大公司服务 未曾在刚起步的公司工作 就新事业的创造与发展而言 他们都是身手 没在经验学校休息过相关课程 潘迪希克最后只能沦位 英特尔与斯艾普发展时的一个注脚 如果你仔细思考迈考尔的理论 就能发现 如果你在经验学校选对了课 好好休息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 都能增加成功的几率 我最敬仰的一个企业高级主管 亚齐伯德就曾和我的学生谈到麦考尔的理论 亚齐伯德在企业界可说是响当当的人物 曾是财新 五百大企业最年轻的执行长 他退休后 曾与我的学生畅谈他的生涯之路 他说的不是履历表上列的那些职务 而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用我们的语言来说 他正是在经验学校休息了特别有用的课程 亚齐伯德大学毕业时 就立志要成为大公司的执行长 那时 他想的不是什么样的工作是成为执行长的垫脚石 而是问自己 如果要成为成功的执行长 我必须要有哪些经验 必须克服哪些问题 我必须要学习什么 基于这样的想法 他最初的生涯选择 因此有别于商学院的同学 他并没坐上通往最高领导阶层的直通车 而着眼于能从工作得到的经验 他告诉我的学生 我并没考虑薪水多好或是职位多高 而是能从这个工作岗位得到什么样的经验 商学院毕业后 他的第一个工作不是担任气管顾问 而是在北魁北克一个石棉矿区担任营运主管 他认为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之下管理和待人是难得的经验 能帮助他快速成长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策略果然成功 不久 雅琪伯德就掌管贝翠斯食品集团 在42岁那年更成为电动工具大厂百工公司的执行厂 登上生涯巅峰 此后 他执掌百工长达24个年头 各领域皆适用 这是不是意味我们绝不可雇用或晋升没有相关经验的经理人 那要依情况而定 如果是一家刚起步 还没有流程能力的公司 什么事都得靠人员来完成 在这种情况之下 启用没有经验的人将会非常冒险 如果是一家着染有成的公司 员工就可以照流程来做 不必那么仰赖有实物经验的经理人 还有让人从经验学习的于其实 不只是在企业界 其他领域也需要让人有从经验学习的机 会 在我青少年时期 我最喜爱的一个篮球队就有一位魔鬼教练 球队在这个教练的驱使之下使出浑身解数 常常痛载对手 看这支球队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大胜30分 我也为之疯狂 只让五个先发球员上的课 我熟知那个球队五名先发球员的名字 也知道一 两个板凳球员的名字 因为他们偶尔也会上场 但其他板凳球员 我一概不知道他们是谁 因为教练总是叫那五个先发球员从头打到尾 认为这样才能遥遥领先 这意味他们常常大胜对手35分 而非25分 看在我这样的小球迷眼中 当然赢越多越好 其他板凳球员偶尔会在 垃圾时间上场 也就是胜负已定 比赛只剩几分钟 谁去打都一样 我和朋友戏称这些板凳球员为菜鸟 我忽略了一个事实 就算是板凳球员 也有伸手不凡的高手 如果是世界级的球队 总有几万个球员想要挤进去 能进去的都是很棒的球员 然而 只有其中五个能当先发球员 其他人只能做板凳 我后来终于了解 只用先发球员的限制 话说我喜爱的那个球队 有一次一直打到最后的冠军赛 但那一年 他们的对手特别强悍 为了保持领先 那五个先发球员打得特别卖力 到了第三节结束 那五个先发球员已经精疲力竭 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魔鬼教练看着一排板凳球员 通常不到垃圾时间 他不会想到这些球员 但在这关键时刻 他真的需要心血加入战局 但是 问题来了 没有一个板凳球员是他可以信赖的 因为他从未在情势紧张的情况下派他们上场 给他们磨练的机会 他只能要求那五个先发球员继续打 最后 他们输了这场比赛 把冠军拱手让人 由于那个教练只信任他的五个先发球员 只有这几个人可以在经验学校学习 如何面对压力 其他板凳球员都没有学习的机会 这个球队因此必须付出代价 若回顾你的人生 必然可以想起自己上过种种不同的经验学校 有些课程特别困难 像是如何因应压力 如上面描述的篮球队 如果能想清楚哪些课程对你而言特别重要 应该大有帮助 失败也是可喜可贺的 因为你瞄准高远的目标 失败其实是努力过的痕迹 送孩子到经验学校 身为父母 你可以帮孩子找机会 让他们在经验学校学习一些重要的课程 你可以仿效百工的执行长雅琪伯德 想想什么样的课程可以帮助你的孩子走向成功之路 你也可以利用反向工程 了解成功的由来与要素 让孩子建构所需的经验 鼓励他们立下高远的目标 即使没能成功 你还是应该在孩子身边 帮助他们学习重要的一课 尽管你有远大的志向 有时也必须苦吞失败的结果 鼓励他们爬起来 再试一次 你还得让孩子了解 如果没失败 也要反省自己设定的目标 是不是太容易了 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庆贺成功 殊不知失败也是可喜可贺的 因为你瞄准的是高远的目标 失败其实是你努力过的痕迹 打破人人有奖的迷思 做父母的可能会觉得很难做到 毕竟我们的社会文化 要求父母尽量帮孩子培养自信 要孩子赢 只要孩子尽力就给奖励 老师或教练更是经常给孩子赞美 很少要孩子去想自己是否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的孩子只要上场打球 就会期待获得奖牌 奖杯或礼物 只要参加就有奖赏 那些奖杯堆在孩子房间的一个角落 不久就变成垃圾了 孩子究竟从那些比赛学到什么 其实那些奖赏是给父母的 看到那些奖牌 最欣慰的反而是父母 赞扬孩子的成就 孩子高兴 父母也欢喜 总是要比面对孩子的失败 安慰他们来得容易 很多父母都忍不住要帮孩子 确保他们做什么都能成功 然而这模作对孩子真有好处吗 孩子又能得到什么 从十座中学会负责 我以前带童子军的时候 总是要孩子自己负责计划露营的事 不让孩子的父母插手 只有让孩子自己来 他们才知道如何计划 组织 如何分派任务 与小组成员沟通 并欣赏自己努力的成果 当然 如果让孩子的父母也来帮忙 分工合作 效率必然更高 孩子不必负责做什么 只要玩得开心就好了 然而 如此一来 孩子就学不到领导 组织和负责 这些也是经验学校的重要课程 我们有很多机会帮孩子 学习人生的重要课程 有些做法未必对孩子有帮助 例如 很多父母在吃晚饭的时候 才听孩子说 第二天有重要的报告或作业要交 但他还没开始做 这时 父母开始陷入焦虑 怎么办 不帮他完成的话 成绩恐怕会很难看 结果 很多父母只好熬夜帮孩子完成报告 有些父母甚至干脆自己从头做到尾 好让孩子得到好成绩 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 希望好成绩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 还有父母则想 如果我帮孩子做 至少他可以睡个好觉 明天才能面对学校的挑战 我这是在帮孩子渡过难关 为了孩子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但请你想想 这魔作虽然能帮孩子解决问题 孩子学到的却是投机取巧 他会想 反正什么都交给父母去解决就好了 何必自讨苦吃 成绩好才是最重要的 比努力用功来的重要 然而 下次孩子又有报告或作业迫在眉睫呢 他会在吃晚饭的时候哀求 说他需要帮忙 你又不得不熬夜到凌晨三点帮他完成 为了给孩子学到有用的人生课程 做父母的应该很新一点 让孩子接受比较困难的挑战 你必须让孩子体验忽略重要作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要不就自己熬夜做完 不然就等着看没完成会怎么样 的确 孩子可能因此成绩不好 而看到孩子成绩不佳 父母恐怕比孩子更痛苦 孩子应该也不好受 但他还是学到一课 也就是为自己负责 创造学习经验 在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 父母的本能总是立即伸出援手 但如果我们不让孩子接受挑战 磨练与失败 他们就无法锻造出面对人生所需的任性 有些从小一帆风顺的天之骄子 往往在碰到重大挫折之后 变得一蹶不振 身为父母 你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这样 你应该好好想想 孩子该发展什么样的能力 以及什么样的经验 或许可帮他获得那些能力 因此 你应该为孩子制造机会 让他们获得那些经验 这或许不容易 然而是非常值得做的事 我有个朋友最近发现他八岁大的女儿有抄袭的问题 他的阅读心得超了书本封面的介绍文字 我这个朋友于是找女儿谈 讨论女儿心得报告的潜词用具 他问女儿 你心得理解的终于能面对抛弃他的父亲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女儿答不上来 只是堂塞 妈 那句话根本不重要 这个做妈妈的知道问题严重 尽管她的女儿才八岁 一旦养成抄袭的习惯 不但学习会产生偏差 也可能毁了职业生涯 这个母亲于是请求老师协助 两人一起设计了一个情境 让女儿面对抄袭被戳破的尴尬 经过老师私下指证之后 这个小女孩总算恍然大悟 父母可以想想 什么样的课程可以帮助孩子走向成功之路 让孩子见够所需的经验 我朋友说 那天他女儿一回到家 就坐在电脑前重新编辑 他写的新的报告 看起来完全是他的手笔 他没有华丽的词噪 也没有深刻的感想 但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写的 我这个朋友让他女儿学到非常宝贵的一课 希望能避免同样的事再度发生 那时恐怕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比成绩单更重要的是 为你的孩子创造学习经验 并不保证他们可以学到东西 如果他们还是学不会 你就得想想为什么这样的经验没有学习效果 你也许必须想几个方法 看哪一个方法有效 对父母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绝不能放弃 请你一定要不断地尝试 帮助孩子 直到他们获得应有的经验 以面对人生的挑战 就像本章开头所叙述雇佣主管的故事 我们很容易以履历表来论断成败 做父母一样常以成绩单来看孩子的学习成果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孩子未来将在经验学校学习什么样的课程 他们在经验学校的学习与磨练 要比得到任何奖励或奖杯来的珍贵 毕竟这才是人生成功的利器 孩子面对的挑战 将帮助他们培养成功必备的能力 不管是碰到要求严格 难缠的老师 打输球或是学习客服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些都是经验学校必修的课程 有些人在职场惨遭滑铁卢 不是天生能力欠佳 而是他们一直没能获得相关经验 帮他们面对工作的挑战 换言之 他们选错了课 很多父母都希望帮孩子打造一张漂亮的履历表 优异的学业成绩 比赛常胜军等等 如果你只在意这些表面的东西 忽略了孩子未来的能力 将来必然会悔不当初 一旦你想清楚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倒着做 让孩子从小就在经验学校得到熏陶与磨练 学习必修课程 培养成功的技能 这就是你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一只看不见的手 大多数的人 心中都有一幅美好的家庭图像 小孩很有教养 尊敬大人 亲子都很享受相处的时光 孩子长大之后 即使没有我们在身边 也能独立 自主 在这个世界闯出一些名堂 让我们感到骄傲 然而 任何有经验的父母都会告诉你 期待是一回事 事实又是另一回事 要你凭期待与事实的差距 最强力的工具就是文化 我们必须了解文化的运作 努力让文化发挥影响力 身为父母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忧虑 有一天 孩子将会面临困难的决定 而我们无法一直在他们身边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做对了 他们可能搭上飞机 和朋友飞到遥远的国家 或者上了大学 想要在考试的时候作弊 也许他们碰到一个陌生人 不知是否该对这个人伸出援手 这么做可能为自己带来危险 也可能改变那个人的一生 我们只能希望把孩子教好 他们自己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 问题是 我们如何确定孩子能做到这样 这不是在家里立下一些规定 或尽量往好的方向去想就可以了 没那么容易 在孩子还小 尚未面临困难的选择时 你就必须培养他们在心中设定优先顺序的能力 长大之后 他们才知道如何评估各种选择 做出最好的决定 要帮助孩子做到这点 就得透过家庭文化的建立 从这方面来看 企业和家庭非常类似 父母希望孩子做出好的决定 企业领导人也一样 希望公司中阶主管和所有员工每天都能自行做出最好的选择 不必上及时时刻刻在后面监督 其实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 在古罗马时代 皇帝会派父帝到几千里外至理心征服的领地 皇帝望着父帝坐的马车越过山丘 知道多年后才会再见 因此他希望父帝心中的优先顺序能与自己相同 并且利用可靠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要做到这点 只能透过文化 公司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每天几乎都会听到文化这两个字 然而 每一个人了解的文化却不尽相同 以公司为例 很多人都以工作环境中可以见到的一些特点 来定义一家公司的文化 例如星期五可以穿着轻松 休闲的衣服上班 公司餐厅有免费饮料 或是带宠物上班 但研究组织文化的顶尖学者 麻省理工学院夏恩教授则解释 那些特点只是表面现象 不能用来定义一家公司的文化 比方说有一家公司允许员工穿T-shirt和短裤上班 但他们的阶级划分非常严明 我们可以说这家公司的文化是轻松 随意吗 文化不单只办公室的气氛或形式方针 夏恩对组织文化的定义如下 文化是为了共同目标一起工作的方式 公司员工总是照着这么做 而且做得很好 因此不会想到用其他方式来做 如果公司文化已经形成 员工就会自动做好必须做的事 但这样的本能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 而是不断分享学习的结果 也就是员工一起合作解决问题 看要怎么做才能成功 在每一个组织 总会有第一次碰到问题或挑战的时候 例如我们要如何处理这样的课诉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做一次品质测试 之后再推出这项产品 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群体的顾客 哪些命令是我们该特别注意的 哪些则可以忽略 新产品是不是品质尚可 就达到出货的标准了 行诉独一无二的文化 在这样的问题或任务出现时 负责的人员一起讨论 最后决定该怎么做 如果有了成功的结果 例如只要品质尚可 顾客就满意了 下一次员工面临类似问题时 就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或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 万一失败了 比方说 顾客对品质不满意 不再购买该公司的产品 主管就会斥责员工 员工再度面对同样的问题 就不会轻易采取原来的做法 因此 员工碰到问题时 不只是解决就好了 还必须从解决的过程了解什么是最重要的 换言之 他们是否了解公司的优先顺序 是否知道如何执行 这就牵涉到流程的能力 每一个组织的文化都是流程与优先顺序的组合 因此是独一无二的 只要他们按照既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组织的文化就会逐渐成型 员工下次做决定的时候 就能依照这一套内部的规则和指导方针 这个解决方式不一定要十全十美 只要行得通就可以了 如果他们以这样的范例和优先顺序来解决问题 每次都能成功 最后员工自然而然知道以后该怎么做 不会被问题卡住 非得停下来讨论该怎么做才好 如果组织能形成这样的文化 就能提高自我管理的效率 经理人不必实时监督员工 要他们遵守公司的规定 凡是应该做的 员工自然能够做好 不少公司都有强而有力的文化 以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为例 这家公司有高超的创意表现 制作出一连串经典动画电影 如《海底总动员》 《天外奇迹》 《玩具总动员》等 表面上看来 皮克斯似乎和传统 以平面创作的动画工作室没多大的不同 他们却发展出独一无二的文化 其力做出好电影 首先 皮克斯的创作过程很特别 很多电影工作室都有一个故事发展部门 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点子之后 就交由导演进行制作 但皮克斯则不同 他们认为导演比较有动机去发展自己的构想 于是以导演为中心 其他人则协助导演实现他的构想 皮克斯的故事发展团队每天都会提出意见 增加影片创意的活水 这个过程包括坦率 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即使不是参与实际制作的人也能发表意见 尽管有些人的批评可能过于尖刻 但公司鼓励每一个人诚实地说出想法 皮克斯所有成员都了解他们的共同目标 制作高品质 原创的电影 这就是公司优先顺序当中排在第一位的 公司重视坦白的回馈与检讨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做出更好的电影 这样的流程与优先顺序渐渐融入皮克斯的创意文化 他们按照这样的方式推出一部又一部 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每一个人都知道可以大胆提出批评意见 不必担心如此一来是否会影响影片制作的进度 毕竟 拍出好电影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 我并不是指每一家电影公司都可以采用皮克斯的工作模式 我们只能说 皮克斯的人用这种工作方式做得很成功 年复一年都有好成绩 皮克斯的员工不必问别人他们该怎么做 如何做决定或取舍 从很多方面来看 皮克斯拜企业文化之次 已成为一家可以自主管理的公司 管理不一定要主管深入每一个决定的细节 文化几乎也可算是管理的一个要素 公司里的大小决策都有文化的影子 只要一家公司所处的环境不变 保有相同的竞争力和技术 文化可能是助力 然而如果环境巨变 一家公司也可能因为文化而难以改变 解决问题 定义文化 从夏恩对组织文化的解说来看 主管可以为组织创造文化 但他们自己也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 首先是问题的定义 不管任何公司 都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碰到问题 接下来 主管必须要求一群员工一起研究如何解决问题 如果他们失败了 就得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 如果成功 经理人则必须要求同一个团队的人 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有了多次成功的经验之后 员工自然而然知道该怎么做 任何组织的文化 都是经由一再地重复而形成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形成组织文化 很多公司都看出文化的价值 知道促使员工做出正确决定的是文化 不是经理人 一旦公司找到自己的文化 便会行诸于文 而且实时在公司宣扬 网络影片租借公司网飞就很重视企业文化 花了很多时间定义自己的文化 并条列出来 网飞提倡的企业文化包括 1.没有请假规定 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确实负责 多长请假 一次要请多少天假都无所谓 2.只要优秀员工 如果你做事马马虎虎 得过且过 那就等着零遣散费 公司乐得找一流人才来填补你留下的空缺 3.自由与责任VS 命令与控制 好的经理人会给员工做决定的空间 让员工自行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是文化不是管理阶级花时间和员工沟通 讲述就可以形成的 文化必须建立在员工做的一连串决定之上 鉴于网飞建立企业文化的成功 不少公司也发布声明 对大众宣告自己的文化 实际形势却是另一回事 说一套 还要做同一套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能源集团安隆 这家公司因为从事复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膨胀公司获利 隐瞒巨额亏损 最后已破产收场 也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企业骗局 这么一家公司也曾发表一篇题为 远见与价值的文章 标榜该公司的企业文化 文中提出 广告基层员工 不得到的结果是否和公司的优先顺序一致 如果员工做决定的时候无所适从 不知道公司的期望为何 就难以建立好的公司文化 文化就像自动导航装置 能让孩子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家庭文化的建立 家庭和企业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经理人希望员工能以正确的优先顺序来解决问题 父母也希望家里有一定的优先顺序 让家庭成员得以解决问题 不管父母是不是能在孩子身边指导或监督 如此一来 孩子就不必猜测父母可能会希望他们怎么做 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毕竟他们已了解自己的家庭文化会希望他们怎么做 我们家的人就是这么做 文化可能是刻意营造出来 或是在无意间形成的 如果你希望家人都能在家庭文化的影响下 依循一定的优先顺序行事 这样的优先顺序则必须和文化相合 例如你希望家里有和善的文化 那么在你的小孩第一次碰到与和善有关的选择时 你就得帮助他们做决定 若是孩子没这么做 你就得针对这件事指导孩子 并解释为什么他们该采取和善的做法 一中求同 家庭文化的建立并不容易 首先 你与配偶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 你们的家庭文化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光是你们两人要同意一件事已经很困难 再说孩子也有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因此你必须好好想想 你们家想要什么样的文化 并朝着这方向努力去做 我和我太太克利斯丁刚订婚的时候 已有一个共同目标 也就是建立我们想要的家庭文化 虽然我们并没特别提到文化这个字眼 但那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我们希望孩子能互相关爱 支持 也希望他们能遵守上帝的戒律 我们希望孩子是和善的人 也希望他们热爱工作 这是我们为自己的家庭挑选出来的文化 每一个家庭也该依照自己的需要 挑选适合自己的文化 你所挑选出来的必然是你认为最重要的 然后再透过文化加强一些特质 什么样的家庭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活动 家庭成员也知道他们必须做到什么 活动进行多次之后 家庭成员自然会了解该怎么做 让孩子动手做 以我们家为例 我和我太太知道 我们无法下一个指令给孩子 要他们热爱工作 他们就能爱上工作 我们的做法是想办法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做 而且使他们有乐在其中的感觉 例如 家里有医 两个孩子可以帮忙 我才会在庭院除草 虽然他们个子还小 操作除草机很吃力 也不见得可以帮得上忙 但这不达境 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做 而且我希望孩子认为自己是父母的好帮手 不久 这变成了我们家庭文化的一部分 这不是奇迹 也不是幸运 而是透过活动设计达成的 尽管只是做些像一起除草这样简单的事 也有成果 我们坚持孩子这么做 也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最后 我们也不忘谢谢孩子的帮忙 每个家庭该依照自己的需要 挑选适合的文化 记得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们没有钱买完全装修好的房子 现在回顾这段往事 才发觉那也是件好事 我们买下第一间房子时 因为手头现金所剩无忌 无法发包给工匠来装修 只好由我们两夫妻和孩子自己动手做 没想到这样的环境反而让我们有丰富的机会 为自己的家一起努力 我们必须自己钉墙板 天花板 粉刷等 孩子也一起帮忙 就像平日帮忙除草一样 我们设法让工作变得有趣 而且记得感谢孩子的帮忙 这么做还有一个正面的加强效果 后来孩子走进房间 看到墙壁 就会得意洋洋地说 这道墙是我粉刷的 或是说 这是我用砂纸磨瓶的 他们不但记得和我们一起工作有多好玩 也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 正因如此 他们学会热爱工作 我们本来只是想一起解决装修房子的问题 却不知不觉建立我们的家庭文化 家庭成员不断地一起工作 不但能了解这个家的优先顺序 知道对这个家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 最后大家也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落实家庭内的规则 请注意 文化不一定可以按照你想的方式成型 问题是 你是否努力去影响文化 文化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 也不是你决定后 透过沟通 就可以发挥效用 如果你要求孩子怎么做 或是告诉配偶你打算怎么做 一定要确实执行 不可以说一套 做一套 每一个人的生活压力都很大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规则的执行或许对父母而言要比对孩子来的难 尽管父母的用意良善 然而因为过于疲累而无法执行自己立下的规则 懒惰或反抗的文化 于是悄悄潜入家庭之中 孩子可能因为殴打兄弟姐妹或跟父母顶嘴 而自以为了不起 如果父母放纵这样的行为 也就建立负面的家庭文化 让孩子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他们可以用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方式达到目的 因此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你就必须慢慢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了不起的事 并且让这样的事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 我儿子小时候曾告诉我们 班上有人霸凌其他孩子 大家却都袖手旁观 虽然和善是我们定立的目标 但还未成为家庭文化 于是我们把孩子找来 告诉他们我们家的座右铭 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 克里斯丁身家的人都是和善的人 我们不但讨论这事 也教孩子该如何帮助那个被霸凌的小朋友 儿子每次帮助同学或者对别人好 我们也称赞他做得不错 终于使和善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 多年后 我们看到想要的成果 我们家的孩子每一个都成为真正和善的人 不管他们在哪里都对人厚道 亲切 愿意伸出援手 孩子面对类似的问题时 我总有自信 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审慎踏出每一步 同样的 我们所选择的家庭文化 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家庭 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了解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你才有机会建立自己想要的家庭文化 我们可以回想前面讨论过的策略 以便深入了解这点 尽管我们对人生有审慎的计划 也会面临突发的问题和机会 我们的计划与机会都需要资源 也需要付出时间 精力和能力 然而 我们要如何决定优先顺序 以我自己的生涯规划为例 我的审慎计划是想成为 华尔街日报 的编辑 但在其他机会浮现之后 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放在一旁 然而 尽管我的人生充满波折 每一个选择都是我审慎做出来的决定 我不是在命运中随波逐流的人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自己的家庭文化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 追求的目标也大不相同 你该乐于见到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发展 然而 我还是建议家庭文化要有一定的原则 好的家庭文化将是一个家庭快乐和骄傲的源头 好的家庭文化将是一个家庭快乐和骄傲的源头 从小扎根 要做到这点 你必须随时留心孩子是否能明辨是非 以家庭成员采取的行动为例 想象这样的事将一再发生 然后想想 这是可以允许的事吗 像是孩子吵架 你并没亲眼看见 其中一个哭哭啼啼的来向你告状 你要如何反应 你把另一个孩子修理一顿 告诉正在哭的那个吵过就算了 还是把两个都叫来处罚 或者你说 吵架是你们自己的事 别来烦我 不管你采取什么解决办法 下次你的孩子吵架 他们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你不管他们 即使他们去朋友家做客 也会吵起来 有很多父母发现孩子长成青少年 自己也不入中年 由于没在孩子小时候纠正他们的行为 有些不好的特质已经变成家庭文化的一部分 来不及导正 孩子的不良行为一旦潜入家庭文化 就难以改变了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 即使自己不能在孩子旁边监督 也能放心 最有成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好的家庭文化 文化就是家庭成员的行为指导方针 组织的文化是由一群人一起努力 不断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形成 家庭文化也是 在你与家人第一次面对问题 或必须完成某件事情时 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会渐渐变成家庭文化的一部分 家庭文化不只是纠正不良的行为 还包括在孩子做得好的时候给予奖励 你的家庭重视什么 创意 努力 进取的精神 慷慨大方 还是谦虚 孩子是否知道做什么事可以得到父母的赞美 文化就像一种自动导航装置 让孩子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小觑文化的力量 然而 为了使文化发挥成效 你必须仔细设定这种自动导航装置 也就是在家庭中建立你想要的文化 如果你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并未特别注意这点 家庭文化依然会成型 只是结果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如果你没刻意纠正孩子懒散或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 几次下来 这样的行为还是会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你在孩子努力解决问题时称赞他们 将来孩子就不怕面对问题 这也是家庭文化之次 虽然父母很难做到每一次的做法都保持一致 有时也会在孩子做得很好的时候忘了给予正面的回馈 然而 还是可以把握每一次亲子互动的机会 因为每一次的互动都有助于家庭文化的建立 家庭文化一旦成型 就难以改变了 有时供应该要改变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